反高超音速拦截弹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EPA正在寻求一种击落高超音速武器的方法 以阻止和弹头以20倍的速度落在美国的头上 它们能做到吗? 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飞行的高超音速飞弹 是世界上三大超级大国正在研究的新武器 美国空军目前正在开发的高超音速X-51A乘波体 巡航飞弹 美国将花费1、2亿美元购买高超音速飞弹 这种飞弹可以以38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袭击世界任何地方 高超音速飞弹可以改变方向 不遵循可预测的路径 能够击败反导系统 可以从飞机、轮船或潜艇发射并携带核弹头 高超音速武器 美国飞弹防御局正在要求在2019年预算中增加资金 现在五角大楼已申请依2亿美元资金用于开发技术 飞弹防御局被要求额外的大幅增加资金 开发高超音速飞弹防御系统 美国军方太平洋司令部负责人哈里 哈里斯上将说 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发展超过了美国 美国落后了 反高超音速 哈里斯称 所以美国需要继续努力实现 并以最积极的方式 以确保美国有能力既抵御 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和开发自己自己的进攻性高超声速武器 虽然美国拥有强大的飞弹防御系统可以击落核弹头 这些程序非常复杂 成本非常昂贵 因为事实证明 拦截太空中的物体确实非常困难 中段反导 这是一段显示美国如何计划在所谓的中段反导击落核弹头的画面 中段阶段是最实用的拦截地方 但这很棘手不但要知道弹头的速度 而且你还必须检测到弹头 然后 最重要的是 发现出来的物体是热核弹头 而不是哪些是无害的火箭部件 或诱饵弹头 五角大楼的宠物研究机构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OPI想要一种可以阻止高超音速武器的拦截器 速度5马克以上 反高超音速拦截弹 目前的高超音速的典范是俄罗斯的阿瓦加 阿瓦加德系统 普京宣称反导防御不可阻挡 阿瓦加德由一枚巨大的RS-28萨尔马特洲际飞弹发射 然后以20马赫的速度下滑至目标 除了俄罗斯外 中国和美国也正在开发飞弹助推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比如中国U-14DFZF DF-17之类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匆忙宣布研发反超音速武器是有原因的 高超音速武器可能能够穿透美国飞弹防御或航空母舰 美国人开始担忧其他国家可能会用常规弹头 摧毁自己的发射井特别是洲际飞弹 此前美国曾经被认为是无懈可击的国家 击落高超音速武器是个世界性难题 美国也不例外 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表示 他希望创新解决方案来阻止高超音速武器 本来击落弹道飞弹就已经很难的 然后提高到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就更难了 雷射拦截高超音速飞行器可以在薄薄的大气层上层的临近空间 压轨道飞行 在那里它们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速度 同时飞得太低 早期预警雷达很容易检测到 所以不会飙升到外太空 洲际弹道飞弹弹头遵循可预测 23马赫路径下降通过大气层中 而高超音速飞行器可以操纵机动变轨 这使得它更难被拦截器击中 拦截弹道飞弹被比作用子弹击中子弹 想象一下 如果子弹采取规避行动机动变轨 拦截有多困难 反高超音速 换句话说 反高超音速遇到了弹道飞弹防御对抗洲际弹道飞弹的所有困难 最明显的挑战是飞行高度 也挑战美国目前的反导系统 兰德认为还是有可能击落高超音飞行器 未来最好采用定向能武器 但它们都有缺点 定向能武器 如雷射可以容易受天气的影响 卡内基专家认为 高超声速武器可以通过一些反弹道飞弹防御系统 如发来拦截 问题是发是一种旨在保护小范围的点防御武器 然后用发类似的点防御覆盖整个美国将是非常昂贵的 美国人根本承受不起 美国现在部署有两个中断飞弹防御系统 一个在阿拉斯加 另一个在加利福尼亚 部署有SM3IA飞弹 虽然有几种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它们都有自己的问题 例如 地面雷达受到地球趋利的限制 这就需要无人机和基于卫星的红外传感器 卫星又容易被对方击落 所以 美国人想法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X-47B隐形无人轰炸机 X-47B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无需人工干预 完全由电脑操纵的无尾翼 喷气是无人驾驶飞机 也是第一架能够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并自行回落的隐形无人轰炸机 X-47B飞行性能较高 作战半性长 可以在航母上自动起降 并有自主空中加油能力 再加上卓越的隐身性能 同美军各类现役战机相比 X-47B制空时间更长 其800海里的作战半性 既可以使航母战斗群处于更安全的位置 也可以更深入内陆执行打击任务 X-47B最大的优势在于隐身突防 它拥有非常优异的雷达和红外衣可探测性 保证其能够突破敌方防空圈 为后续有人驾驶作战飞机打开通路 因战略改变 项目技术不过关没达到要求 花费多拖入过大等原因 被美国很无奈地放弃 X-47B项目被迫取消 11月6日 第十二届珠海航展拉开序幕 中国的飞翼隐形机彩虹-7揭开的面纱 引发现场一片喝彩 彩虹-7型无人机是一架具备高度隐身性能的大型无人机 该型无人机是我国第一种公开的大型隐身长航式无人机 其部分性能与美国X-47B无人机相似 彩虹-7无人机机长10米 翼展22米 最大起飞重量13000千克 并且还具备很强的隐形突防能力和更为强大的武器搭载系统 可以对高价值目标进行直接打击或者引导打击 彩虹-7的出现 与我们对未来战争的预测有关 未来的战争将会是多样化的战争 彩虹-7型无人机一旦大批量服役 将会与歼-20联合作战 以歼-20为核心指挥彩虹-7型无人机实施智能化集群作战 到时候我国空军力量将会更强 美国在这个项目前期的投入和探索都为我们的彩虹-7做嫁衣了 第五 空-20 虽然现在还没有首飞 但预计战斗力强悍 一旦首飞 中国就拥有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 美国的空中优势将进一步削弱 第四 电磁炮 跨时代的武器 美国有 电磁炮中我也有 现在也不比美国差 中国的首要做到的就是能有我也有 确保不落后于世界主流趋势 第三 东风-41 一次性 可以携带10个核弹头 具有洲际打击能力 是具有相当威慑力的战略武器 第2096战略核潜艇 一次性可携带24枚核弹 是中国的海基核武器平台 让敌对国家文风丧胆 第一高超音速武器 可以超越任何反导网络 得到一切防御手段 前功尽弃 是超神一般的存在 名列第一当之无愧 当然这种武器还处于想象阶段 一旦研制出来也威力无边 据俄卫星社报道消息指出 11月8日时间 俄国联合航空制造公司官宣 俄已经开始正式进入研发全新隐身轰炸机的设计阶段 这款轰炸机被定名为Tekno战略隐身轰炸机 喀山飞机制造厂的代表也对此消息做出了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 俄罗斯在进入设计招标的过程中 对外宣布的要求中有特别的条例 这款轰炸机的发动机被要求要可承受核武器的破坏性影响 此外 它的主次电子系统 要可以有效保证使这款轰炸机可连续飞行30个小时 同时 专家给出的数据中指出 未来俄轰炸机在燃料供应以及流体力学控制系统上 可实现承受过在0-2-7G的环境内继续运行工作 温度方面0-60-0-50摄氏度之间可继续工作 轰炸机被要求的服役时间为12年 通过升级维修可延长在20年左右 当然 这款衍生轰炸机的设计阶段正在步步的施展开来 俄武装力量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也会去进行特别监管 与此同时 当前俄罗斯现役全球最大的远程轰炸机图付160M 目前已经恢复了生产 美国媒体认为 一旦俄军隐身轰炸机被研发出来 美军的B-2轰炸机将在无优势可言 据媒体的消息指出 俄罗斯的副总理罗戈金曾透露指出 PACDA战略轰炸机有望在2023年左右是非 此外 当前中方正在打造的20系列轰炸机 同样是备受万人期待的 这对于美军而言 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据公开资料显示 美国的B-2隐身战略轰炸机 服役于1997年 现役共有21架 单价成本超出24亿美元 最大航程超出1,2万公里 最大航速0,95马赫 可在空中持续飞行10小时 美军称它 请不吝点赞订阅